三名黑色壮汉追赶韩国男子为哪班 就是什么在驱使着男人凤凰逃窜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三口歌学 带你探索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正在被围观的烧焦师虎 属于一个叫小猪的男人 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市中心 小猪竟然被几个高大的黑色怪物当街追打 由于内容过于血腥 这里就放个带餐 大家可以简单感受一下 小猪先是被三个好客 三个怪物暴打 然后又被 洗手能量 最后还一把火烧成了焦炭 之后怪物离奇消失 只留下了慌乱的吃瓜群众 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口君 这几天呢我的私信都被地狱公使刷屏了 所以这期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特别符合走进科学调性的神文故事 前面我们说小猪在闹市被怪物杀了 一个叫老陈的警察就来负责这个案子 但是很遗憾 目前的调查结果都是白玩 要问原因就是现场只有被害者小猪的痕迹 这就很离谱了 毕竟这么多围观群众都亲眼见证了怪物的存在 怎么可能连点哭水印子都没留下呢 除此之外 现场附近的一个宗教集会也吸引了老陈的注意 这个正在给大家播到的男人叫小郑 他是个某个新兴宗教的教主 为了方便记忆 我们就要拉新教吧 新教认为黑色怪物其实是神的惩罚 具体论据如下 我用人话给大家解释一遍啊 说神会让天使提前预告有罪者的死亡时间 等到点了 就会有三个黑怪传送而来 把有罪者先暴揍再焚烧 目的呢 就是为了警示人类恶有恶报 不要犯罪 小郑又是如何知道这么多考虑的呢 那是因为他被神给点误了 据小郑的描述 新教的一切都是真人真事 小郑是在天主教福利院长大的 而且他从小就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他从小就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就是20岁的时候能死在一个没人的地方 于是小郑刚到20就装备整齐的去荒漠寻死 恰好就让他在大野地里 看到了三个怪物在BBQ 于是 咱也不懂 为啥有个杀人现场就能够让小郑明误 反正小郑从此就开始 专心调查怪物烧人的事 没想到还只让他总结出了个 死者必有罪这么个规律 于是他就开始建立宗教 传播神的旨意 新教的国民度 也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飙升 而且新教还有一部分激进派 他们被称作剑簇 就你一听这名 这绝对是又中二又干死对了 尖促的大部分人都是未成年 他们最喜欢做两件事 一个是在网上描眉画眼的 巴皮有罪者的隐私 另一个就是去揍那些 发表过反对新教言论的人 严吉吉下手就这么喊 这明显就是仗着未成年法在任意行凶吧 虽然新教的影响力也逐渐变大 但也有跟他们站在绝对的对立面上的人 比如这位一看就石门干练的律师姐 他因为总是跟新教打官司 而被人们熟知 这次就有一个跟新教相关的律师工作 点名要他处理 我们也知道了 目前的情况是新教出手命就没有 所以这份工作就是合法的用三十一眼换一条人命 这位大姐不仅是那条人命 也是带着两孩子的单亲妈妈 这天孩子正在给大姐过生日 没想到就录下了所谓的天使预告 看到这儿我觉得多少站点离谱了吧 这个像是从蜘蛛网里扎出来 带着未随的东西竟然会是天使吗 反正大姐吓坏了 查资料之后就联系到了新教教主小镇 没想到小镇这波格局简直太大了 本来大姐也觉得他这个提议很离谱 但是小镇提出了给大姐三十亿的直播费 不管他死没死都算数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于是大姐就想请律师姐帮忙 希望能让孩子合法的得到这笔巨款 或许是被他的母爱打动 也可能就是想打一下新教的脸 律师姐答应了给大姐法律援助 并且还报了警 警察这边还在检测烧焦的小猪尸体呢 没想到结果竟然令人大吃一惊 不是我原来还以为 这句是在影射韩国鞋要啥的 合着我看了一个小时三十分钟的外星科幻片 结尾我都帮你想好了 威尔史密斯在全韩国直播恩自动签 白光一闪大家全忘了就完事了 我们先把外星人放一放 看看大姐那边 其实从韩国来讲 宗教能够找到投资人 然后开直播倒也是不违法 而且律师姐整的直播换钱的合同 也同样有法律效力 就是警察的立场属实有点尴尬了 老陈目睹着律师和教主签字 用30亿韩币换来一次杀人直播 而自己只能在边上看的这些合法程序 什么也不能做 其实老陈的内心也是有点动摇的 毕竟他的老婆多年前被坏人杀害 但坏人却以吸毒后脑子不清楚为由 多了几年就出狱了 作为警察 看到杀害老婆的坏人被合法减刑 老陈是否有那么一瞬间认同了新教的教义 希望所谓的神能够快点要了坏人的命呢 我们虽然不知道老陈的想法 但是老陈的女儿小陈 已经早早地投入了新教的怀抱 这边趁着大姐的直播还没开始 教主小陈就开始让小陈不回家了 然后 带他复仇去了 而复仇的对象呢 当然就是对老陈家有夺气之恨 夺母之仇的那个坏人 看着杀母仇人被自己活活烧死 小陈的心情肯定很复杂 而且我也很好奇啊 他这样做真的就能够感受到大仇得抱的快乐吗 第二天直播终于要开始了 为了能够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托得直播的工作人员把墙体凿穿 直接在大马路上建起来一个VIP观众席 而入席者无一不是套了巨额门票的各界精英 当然他们也都是新教的一员 现在这位摇气大喊的教徒 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着 更别说那些数以万计守着看直播的人 而这个脆弱的母亲 已经被命运攥住了咽喉 就等着这轻轻的一捏了 这部剧呢现在已经完结了 不过我目前只看了两集 感觉世界观有点暧昧和小气 或许结尾能给我个惊喜吧 大家有兴趣话呢可以去找来看看 也请多多的三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